现在还有几个词,我们可以先记录下来,比如说,触发器,图形,还有一个聚合图形,还有什么词? 触发器,图形,聚合图形,自动发现的一些不说,应用笔说的,外部监测也不用说,动作,哪有动作,这里哪有动作? 上面有动作,那不着急呢,我们就先把简单的概念弄去,什么叫触发器? 你这个监控项是不是要,最终装着那个是不是想要它报警? 那啥时候报?报啥内容?是不是? 什么叫触发器?就是设定某个监控项报警的预执,这叫预,不念罚,虽然我一直都念罚,但其实人家是叫预执,没有罚执这个词。 您看,罚执,您看,七,罚执和预执,对不对? 其实根本就没有罚,罚,对,罚,是吧? 简单罚,有这个词,罚,对不对? 我们平时是不是都念罚执啊? 行,行,对,他说罚就是预的措写,并不存在罚执这个词,有这个字,但是没有这个词,是吧? 他叫罚门,对不对? 其实念玉啊 为啥念法词,我念预执,你又听不懂,我得把我自己降到和你一样的水平了,对不对? 谢谢老师,使用翻译的,OK,我是骗得好 你看,这个咱们是不是小意思啊,对不对? 中文基础肯定不如咱们打得坚持啊 就是设定某个监控下报警的预执 就是他到达这个报警预执条件啊 他达到了什么条件? 他这个值超过多少,小于多少之后 就报警,OK吗? 那图形那很简单的 就是你这个监控项的趋势 那么因为趋势或者 图形在其实没必要解释,对不对? 图形不就是图形吗? 对不对,你说图形这不就是,这不就是图形吗? 它是表达的是一个趋势,也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值,对不对? 那图形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可以是多个监控项的内容 就你可以把多个监控项放在一个图形里 然后通过不同的颜色取分出来 这是不是就OK了? 对不对 聚合图形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你这是一个图形,对不对? 那聚合图形就是N多个图形平在一起 就和咱们卡班达那个一个图形一个面板一样 它就把多个图形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这样子 对吧 这就是一些基本的名词 你了解这些基本名词就可以直接用了 这就是把多个聚合图形 这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你了解这些概念之后 基本上你首先对咱们的就不陌生了 好,那我们下面来自利益一个简控项 试试试 什么叫自利益监控项呢? 那有些人说 有模板啊,我还要自利益干啥呢? 那模板它是不是只是针对大家共有的 那有些特殊的你还是需要自己去想监控的 对不对? 那自利益监控,你要怎么监控的? 对吧 这首先告诉大家一个理念 你只要记住一点 无论你什么扎密克的学得多好还是不好干嘛 你只要记住一点 只要能取到职就能监控的 我明白吗? 它的本质 不是啊,四楼啊 周末班的四楼一角是 这是谁的? 因为你服务器你起客户端了吗? 你服务器你起客户端没启动了 而且你服务器只要把客户端启动就能监控上了 对,你起的只是,你起的只是另外一台机器的 你看你这个起名字 对不对?你这个起名字自己都一会把自己给绕晕了 自己一会都搞不清哪个就Servant,哪个就Ellington 对吧?你就和我们保持统一叫Web01得了 对不对?你一会自己都搞迷糊了 对吧 咱里的就是只要客户端能取到职 咱里的就能监控到 对吧? 反正你无论你以后面你学的什么在那些那些那些 无非就是去职,然后监控 对吧? 那我们要 那我们那个Ellington里面的那些职能的就是说 他在监控里面的 嗯 他这个监控,监控的是啥? 监控的是你某一项指标 他监控的只是直,对吧? 你Ellington里面监控的那些是啥呢? 那你让我Ellington里面有一个日识 然后我看这个日识,然后对IT他做了多少次的样子 多少次,看一下 多少次,这个是一个 可以啊 那ERK很容易拿出来 对啊 但是我自己用那些那种DK去,然后就麻烦了 去很麻烦,是吧? 对啊,因为那根本就不是扎病子干的活嘛 你扎病子能干的,那还要ERK干啥呢? 为啥有扎病子我还弄个ERK呢? 不就是各司其职吗? 你自己也说了,ERK查起来很方便 这是你自己说的,对不对? 对 你明明有很方便的工具 你为啥还得硬搬到一个 很难用的工具上去呢 报警 报警也可以 比如说怎么呢 为什么说Zabix不方便 Zabix不适合去取那些东西呢 因为Zabix说 虽然能取到值能经济到 但是怎么取到值 要你自己写 OK吧 如果你有ERK怎么取到值呢 可以通过API命令 直接去调用 就是你写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去调用ERK 把这个IP这个值给取出来 然后再用你脚本去分析 然后Zabix呢 获取到你这个脚本的值 然后再去根据调整报警 就是你ES里面 是不是存在那个扣是IP 对不对 比如你现在 我们目标 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取到值 取到访问评测较高的IP 是不是 并且报警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目标 对不对 实现 拆解 首先你要先拆解 就是如何取到访问评测较高的IP 是不是 你是不是先取到这个 怎么取 你先说 你先说 这不叫实现 这叫思路 假如说取到了值之后 怎么办呢 写脚本判断 如果这个IP超过了十次 超过了一百次 就 杀比克斯 报警 是不是 那你杀比克斯 要监控的是啥呢 杀比克斯监控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脚本的值 是不是 设置 触发器 如果超过一百 就报警 你说思路 是不是这个思路 你想一想 对不对 如果你说 我不用ERK 那好 那是不是 你就得你自己写脚本 用AWK去筛了 对不对 那么实现 对吧 第一条是怎么实现的 通过 ERK API 指令 去 获取 怎么去获取 这个我一会儿可以教大家 怎么去获取 你先把你的Kamada 一会儿打开之后 我就告诉你 怎么去获取 不要你自己批命令 Kamada那个图 全部都帮你 把命令都写好 你只要把那个命令 粘贴复制进来 就可以 对吧 你先知道 它就可以通过 比如说类似于 课命令那样 直接就把 前史的IP 都给你筛过来了 对吧 然后写脚本 去调用 ERK的 API 命令 并把 值 返回 3BX 监控 这个脚本 返回的值 并设置 复发器 可以了吧 这个能理解吗 你现在唯一不明 不理解 是不是就第一步 不知道怎么到 是不是 对不对 问你是不是 对不对 你点头 你点头 我看不到 对不对 你就直接说 是不是 对不对 对吧 你 我还得 一直抬头看你 到底是点头 摇头 还是什么 对吧 实现 你看 你有思路 最怕的是啥 最怕的是 没有思路 有了思路 你下面的目标 是不是就变成了 具体怎么实现了 你的这个聚焦点 是不是一下就聚焦了 你就集中精力 是不是去研究 怎么去取到就可以了 对吧 最怕的是啥 思路都没有 你连怎么去做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现在有思路 怎么做 下午 我会跟你讲 怎么做 OK吧 OK吧 好 我们继续讲 那我们下面 就是想 做一个监控项 自理应监控项 对吧 自理应监控项 一样的 你先写好目标 你先把你目标 目标是啥 对不对 思路是啥 对不对 那实现是啥 是不是 有目标 有思路 才能实现 你没目标 没思路 直接硬干 不行 目标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需求 最简单的需求 你们当时 做自理应 你们做自理应监控项 实现 做过对吧 你们是监控什么 人家联系 人家联系 联系的那个 status状态 是吧 好 我们现在实现 两个目标 比如说 第一个目标 监控TCP状态 TCP连接状态 可以吧 TV连接状态 是不是有好几个状态 什么 Time White Is the Bleachet Cloose White 什么Wet 那个三个握手 速度回首的 对吧 还有印象吗 没有印象 看这里 是不是这个 三个握手 速度回首 站住 是不是 Is the Bleachet Fine White Fine White Time White Time White Cloose White Last WK 是不是这些 这些状态集 对不对 我们就监控这些状态集 首先我们监控 监控 连接状态 思路 对吧 你要有思路吧 啥思路呢 我们说了 ZB是不是 只要能取到值 就能监控到 那你第一件开始 是不是要怎么取到这个值 是不是 就是取到 TCB连接状态的值 是不是 第二个 Zibix去调用 这个值 OK吧 怎么实现 下面你看 思路 目标有了 思路也有了 下面是不是就具体的 目标 具体的命令了 怎么取到 连接状态的值 现在问题 突然是不是 变成了这个了 怎么取呢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 常用这条命令 是不是 你直接回行 这是什么 是不是 那这个状态 你看现在 只有Listen 对不对 NTP 看到没有 状态都有了吧 是不是 他们外台也有了 对吧 这就是刚才一个 A 看到吗 对 你可以 那再来 看看 A 是不是 O O Socket 就是说 所有的 对吧 默认是什么 只是连接了 看到吗 所以你加个NNTP 然后再用什么 WK 过滤一下 是 老师四是吧 我信你啊 不是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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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说 一个 我去 是不是这样啊 对不对 你也太随意了吧 你这样 张口过来个四 是吧 哎 我干过的时候 我怎么把第一行 这有几行 那应该大于二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不就取到值了吗 那我 那我问你 我这现在算是取到值了吗 我现在取的是啥 状态 对吧 咱们一个词 想要的是啥 值 对吧 它这个值 你可以理解为 数字 它就要一个数字就行了 因为你 罚值设计的是啥 超过某个临界点 这个 超过某个临界点 是不是就是值啊 你反正不能说 这个单词 大于三十 那你一个字符串 能和三十去对比吗 对不对 你肯定是 数字和数字对比 才能够值 所以 所以呢 这里怎么呢 对吧 你看 这里就是我们 自立一将功项 取值时候 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首先 你这是不是有 多个选项 对不对 你说你直接 WCL 那你要统计的是啥 全部的 是不是啊 那我说 我就想统计 每一个监控项 是多少 对不对 怎么呢 首先我问你 一条命令 能完成了吗 能完成了吗 注意啊 我要解释 它只反归一个值 你这是不是 多个值啊 那你说 SORT SORT UNRQ -C SORT -RN 对不对 你们是不是 想说这一种 好 那我问你 这是不是 一个反归内容 这是一个值吗 这是不是 这什么格式 都不叫 对不对 这叫我们 自利益的格式 对吧 我们想要是啥 反归的 某一个 反归某一个值 对吧 怎么做 对吧 你们又想复杂了 Grip 对不对 然后再加WC-L 这是不是就一个值啊 而这个值 是不是就代表 Time-Write的状态 那种 是不是啊 谁跟你说 非你只能写一条呀 人家是不是可以写多个 你 你这个CPU 是不是也写了 帮CPU 它是不是就搞了好几个了 对吧 帮CPU 它就写那么多 谁跟你说 要一个监控项 把所有内容都包含的 那我们这种 如果转换成我们这种 我们是不是写一个 TDP状态 Time-Write TDP状态 意思是Blessed TDP状态 什么什么 是不是你写多个监控项 就能把它的内容 都给涵盖了 对不对 这一种方法 你看现在至少 我们这个 你别把这个方法有多low 是不是实现了 它是不是就取到值了 对吧 这个就先不用管了 然后就是ZAMIX 如何去调用这个值了 对不对 怎么去调用呢 你进到 你进到这个目录 你的D 有一个 你看这里官方 是不是给写好了一个 点进来 内容很多 对不对 我们只看最后一行就行了 不用只看最后一行 只看最后一行也行 对吧 来 我告诉你 怎么做 你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呢 我给你翻译一下 你就知道怎么做了 不用看这个 这个不太好 这个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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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金哥 是不是金哥 这里啊 你看 还有一个什么user 什么parameter 对不对 这一个就是一个 你可以理解为 这就是一个固定用法 意思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 自定 自定义 监控 就意味着 你写了这个 就表示 这个就是我们 自己 自定义的 不是系统内置的 OK吧 等于 它这顺便有个等于 等于后面是什么呢 自定义 监控 项的 建 名称 我说了 江本项是不是分 它是不是一个建 一个值 这就是定义 它的建的名称 然后是不是 逗号 你看这是不是逗号 逗号之后 你看是什么 你看这一块像什么 这一块像什么 你看这一块像什么 这什么命令呀 对不对 这后面 你别管这个 这个先不用管 这是一个变量 对不对 你看这个 是不是就是一条命令 对吧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前面定义的是名字 后面定义的就是 值 那这个值 你可以是不是 执行命令就取出来了 对吧 就意味着前面是 值 取 值 的 命令 OK吧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 自己写我们的这个 我们刚才命令 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吧 那我们的值 比如我们叫什么 TCP 可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这个界名是你自己随便写的 我们可以就叫 TCP 可以吧 然后是不是逗号 后面干嘛呢 是不是就把这命令 占你来 对不对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你看我们的监控是什么 Time wait 对不对 那我这里就可以 给他 比如说 你看人家写的 点聘 对不对 无所谓 你就可以给他 起一个 比如你这个旧 起叫 Time wait 或者你这个 根本就可以不要 就叫Time wait 没有任何问题 我现在取的 是不是就是Time wait 那我要想再取 其他的呢 会改了吧 我可想取他 是不是就直接 把其他的 这个地方给他 改掉 比如改叫 Listen 对不对 这个名字 是你自定义的 随便叫一下都行 是不是我直接 把它改一下 Listen 然后我再怎么呢 再复制一下 是不是就是 改成那个意思的 Blesset 对吧 我现在只有这三种 对不对 我就先只监控这三种 你搞监控性 搞这个 由于学杂比克的时候 你千万别 一开始想 把什么都监控上 你先把这路走通 你先监控 比较少的内容 OK吧 这是不是就 自定义将空下 就写完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 保存在哪里呢 保存在这里 是吧 那我问你 为啥我写来 这个模式 它就能识别 这个是配置文件 对不对 你看这里有一个什么 这是啥 这个我们在哪里 哪个配置文件 见过类似的 对 它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里面 去创建此配置 只要以 点抗部结尾的 我都能识别到 OK吧 那我们是不是就 随便叫一下名都行 比如我们就叫 TCB slides 然后就把我们这 监控项 把我们这 写好的 监控项 粘进来 好 检查一下 你看前面 这个单词 是固定的 不用改 这是建的 监控项的名称 后面是监控项的 取的值 取值的命令 对不对 几个 是不是 一会儿下课 谁护送我一下 一会儿就得捅我 这里 对吧 就三个状态 就这么简单 你看一个 自定义监控项 就这么简单 定义说 我要自定义监控项 我的名称 我取值的命令 对吧 好 这不行 一个是Time-Write 一个是Listen 一个是Bleach 这它三种状态 三种状态的值 我们 我现在说 我们为啥 只取三种 因为我们现在 只有三种 对不对 多的那些 我们取 你是可以写呀 你可以全部都写完 但是没有什么 必要 对不对 对 你现在是不是 先把方法学会了 扩展是不是 你自己就 无非复制 再改一改 对不对 我们现在 指甲能 就是说 打到笑得这么开心 面试机会 是不是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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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时候 就是 下一期 下一期 多少 多少开的 我 我 一万多 一万二 我自己抱着 啊 大哥 勉腆地笑一笑 点头了 先进睡一睡 你简历 写好了吗 对 对 就是 写好了 稍微一会儿看看啊 大哥肯定有问题的 对 大哥平均就低调 给我们年轻人机会 好 那你 国际惯例 你改费的文件 要干嘛 重新 对不对 咱就只改三种 你费了三种 剩下了八种 剩下了几种 七种 八种 你是不是都会了 对不对 先讲套路啊 哎 重新好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你 我们说了 重新好了之后 要干嘛 你直接上去 就直接添加吧 什么叫测试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问你来了 你测试 你这K是什么呢 K是啥呢 这个K是不是 大家都能理解了 这K是不是 我们自定义 这个 对不对 比如说 我搜Time wait 哦 取到执名 但是前面 爆了个什么 爆了一个问题 你看 not all persons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对吧 这就告诉大家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用什么命令 这条命令 对不对 好 这条命令可以的 是吧 来 注意看 我签完的 audible也可以吧 来 网上找 一不一样 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 你看你这个P是啥呢 P是看什么呢 P是看PID的 对不对 他为他爆这个 爆呢 爆这个错呢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咱们Adminer 是以什么用户 去运行的 他以什么用户 他以普通用户 普通用户 你去执行 这个NASA的 LN-LP的时候 这个P就不支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PID 是不是弱特用户的 那些PID 他就识别不了 那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 这个P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你看他 我们要不要这个P 没啥影响 你把这个P去掉 我们其实就要最后一个 你看 是不是没报错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 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吧 就是把这个 就把这个P给他弄掉就行了 就NT 改完 不好意思啊 你还是得给他重启一下 重启完 这个时候 有了吧 多了 那肯定多了 多了就没问题 多了就多了 Time White 你这个TDP状态 是不是很复杂的 对不对 我还有一个 Listen 有直吧 我还有一个什么 Is it listen 对吧 有直吧 诶 这三个直 我们是不是都取到了 那你说要取一个不存在的呢 就直接报错了 看到吗 因为什么 我们定义这个K了吗 他说不支持的K 看到没有 他只支持什么 只支持你在这里 写的这几个K OK吧 现在是不是取到直了 然后取到直之后 对不对 实现 这个是不是实现 其实我们的就已经实现了 对吧 然后就干嘛 就去配着了 对不对 好 你看 怎么配着 点主机 我们是不是在外部理应用上做的 好 点到主机 点到监工项 OK吧 然后呢 创建监工项 没迷惑吧 能找到这个位置吧 配着主机 直接点监工项 这就得截图 是不是 只要没发生 我就知道 问题肯定找不到 配着 配着主机 主机找到 你这台主机 找到这个监工项 点一下监工项 OK吧 等一下监工项 然后点什么 创建监工项 这里是不是有啊 怎么点 对吧 我们就写叫 TAMO WAT 就可以了 你就写TAMOWAT就行了 键 是不是有键 对不对 你这里你是找不到的 对吧 你找不到 为啥呢 因为你这个还没去 给它加上去 对吧 那这里怎么办呢 就自己手写就行了 你 这些是不是就是建名称 对不对 就把这个填上去 点切 没问题吧 30秒 没问题 你看 是不是有个应用级啊 我们可以 是不是可以自定义一个应用级啊 可以吧 或者我们就叫TTP 自定义一个应用级 哪个 我告诉你 只要填哪几项就行了 你就先照我这样 只要填 第一 名称 第二 键 主机接口不要动 第三 加上一个 TCP应用级 对吧 你先按这个来 没有问题吧 后面是移情 然后点添加 然后再通过添加第二个 哎 你看 这个时候你 要再添加的话 你是不是又得写这几个内容啊 是不是啊 哎 你看我们这几个监控项 是不是只有名字不一样 其他内容都一样吧 你可以怎么做呢 对吧 你首先 我们刚才不是创建了一个应用级啊 你看是不是叫TPC 好 搞笑啊 点进来 最下面有一个 克龙 看到吧 我这个还是改的吧 改叫TCP 对吧 咱俩一言你 一言你 更新 TCP 你不点进来也行 要点进来啊 得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 下面有一个 克龙 克龙完 我们是不是只改什么东西啊 只改这个界名就行了 对不对 这也改成listen 你看其他是不是都不要动啊 对不对 全中TCP 要不要动 一添加 其他是不是就有两个了 还少一个了 再点一下克龙 然后再把这个改成listen 这个也改成listen 其他又不要动 添加 你看 现在删了 都添加完了吧 我这个都给它删了 这要来tcp 好 大家做到和我这个一样 OK吧 大家先做到和我这个一样 你看这个资历一间 都添完了 但是这个页面 你能说就是成功了吗 这只是证明什么 只是证明你加了 但你加对和错 不是通过这个页面开来 点这个监测最新数据 这里不有应用级吗 选择tcp 点应用 这有没有值 对不对 这个界面才是看 你这个监控项 能不能取到值的依据 而不是你那个 刚才那个界面 你这里要能看到最新值才赢 你这里要看不到值 就是监控项有问题 你看一看 你这个能不能看到这个值 监控这个各数有什么意义啊 各数 哪个数 这个 所有 这个监控项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您发现什么呢 监控项有什么意义啊 对吧 好 他们外面如果过多 会不会有问题 对不对 如果他有问题 我如果比如这个值超过50 我就认为他有问题 然后我就让他报警 你70了 对不对 那有些人说 那这个值 从哪来呢 我哪知道定哪个值呢 没有什么绝对的 经验值 OK吧 就经验值 你也不能叫有问题啊 你那台机器是不是比较烦吗 是不是抓了其他的业务 其他的服务啊 没有 新机器吗 你看你time外的都是什么内容 都是哪些是time外的 你叫ln大lntup 这不是有time外的吗 你看time外的 我这个是不是都是 10050 是不是都是杂比哥的 自己监控项的 对不对 你看你那是不是也有 你那是什么单口的 全是啊 有几个 好像挺多的 对吧 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你看你监控项里面 这几个 这个值 有什么含义 这个值就是为了让你 能获取到它的信息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什么 你处罚器设置报警的时候 这是不是就给依据这个值来去做判断条件的 对不对 那如果要超过50万里怎么办 报警啊 报警 他处理了 为什么处理 我要怎么处理呢 那你收到报警之后 你再登到你服务器上 看为啥 会有这个问题 然后你是不是就开始 不开啥 去处理了 你处理完之后 这个值是不是就消了 对不对 他为啥要报警呢 就是告诉你 他有问题了 Zamix不是说 遇到报警之后 自己去登到服务器上处理 不是 他只是告诉你说 哎 哥们 有问题了 然后呢 你收到这个报警之后 你需要自己去给它处理 当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完之后 这个报警就恢复了 那还有一层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 你可能现在不是看不到吗 你现在不是说 假如说你现在 有报警 然后你 你说你在地点上 是不是没处理啊 对不对 你没法处理 没信号对不对 然后你回到公司 你一登录一看 问题这块 是不是有几个选项 是不是有几个提示框 他为了告诉你 这几个问题 你还没有处理 是不是也给你提示 就给你一个警示作用 他不是说 发完这个报警就没事了 发完之后 你只要不处理 这里他就会一直 显示这个问题 OK吧 咱们一个都不会替你去处理 他也可以设置 但是那个比较复杂 他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 我只是告诉你 你有这个问题 至于怎么处理 你自己的决定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一个作用 那么好 我们现在已经监控到内容了 对不对 看 这个时候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触发器是不是还没讲 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 触发器 还是点主机 还是这个 点触发器 你看 现在应该没有我们的那个TCP触发器 没设置 对不对 点创建触发器 怎么创建 对不对 Time 你别自己手掐了 先一下 TimeWit 我们就只创建一个就行了 名称 比如说我们的触发器 是两下 它如果过多就报警 对不对 那么你就写TimeWit的过多 连接说过多 你看严重性 看到吗 我们写警告 然后表达式 点下 添加 这个页面我要等一下大家 是吧 配置 主机 Web01的 触发器 这一块 创建一个名称 改成警告 然后点一下 添加 这个触发表达式 点一下添加 点一下添加之后 你不是要触发这个报警吗 那你触发的对象是谁 你触发对象 是不是就是TimeWit 这个键 对不对 你找一下 有没有TimeWit 点一下 然后你看下面说 功能 最近的最后的一个值 对吧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看你这个值是不是要随时 你运行一次 它是不是就去取一次 运行一次就取一次 对不对 它这个意思就是 我取最后一次 获取的这个最新的值 OK吧 结果 就是条件 怎么的 我们想让它大于多少 比如说 让它大于40就报警 好吧 可以吧 这是我算的条件 这个条件能看懂吗 你点一下插入 看 现在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一下 你们是不是这个样子 来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说 首先你看是不是Web01 Web01的这个监控项 的最后一个值 如果 大于40 我就触发报警 警告级别是 警告 那你说 你起完这个 你说我怎么测试呢 点一下这个 表达是勾刀器 点一下之后 再点一下测试 然后你看 它让你写一个值 这个值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模拟成 就是 你获取到了 那个timewide的最后的值 比如说 比如说我点50 错 什么意思 错 什么意思 错 意思 是不是就满足我这个条件 我感觉40 是不是不满足 那意味着什么呢 我写50的时候 满足这个条件 就干嘛 触发报警 是不是 你们写和我这一样 你的关闭 过到表达社 就变成这样 你们看一下 你们写的是不是这样一样的 然后就点添加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添加了一个监控项啊 你看你们是不是添加了一个监控项啊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再点杂比个神啊 等一会儿 你等一会儿再看 一切用 对不对 监控项啊 找到 我看一下这个监控项 多长时间 出发的30秒 怎么还没报警呢 应该已经超过了呀 48 47 好 你看 我这是不是问题来了 你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报警 对不对 你们做一下 你们看也要做到这种效果啊 什么 我跟你说 你要是在公司 你要开这个声音 那你等着被人打吧 对不对 你要报警设的有问题 一分钟报了100条 我看你弄个警铃 那搞不好 那以为火警了 我看 对不对 你们这个报警 出发机有没有 有 有没有 有对吧 好 那有这个报警 你们要咋办 现在有报警了 你是不是就去解决问题了 对不对 那你假如要通过调整啊 干嘛的 是不是把这个 假如要给恢复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呢 因为这个好像我们控制不了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监控触发机 调大不就可以了吗 我调成100 调大之后 一会儿它就消失了 这就模拟什么 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解决了它才会消失 你只要不解决 这个报警箱就一直在这里存在的 OK吧 你们试一下 啊 啊 感谢观看